蓝潭在嘉义县,虽然并不产蓝,可是潭水清澈,风景优美。 蓝潭是嘉义的水源地,现在嘉义县政府更进一步要把蓝潭开闭成为风景区,来发展观光事业。 首先要修筑一条环潭公路。 计划中的环潭公路全长4.5公里,分两期完成,第一期是从今年5月开工,长1.5公里,宽10公尺,现在已经完成。 工程费约45万元,目前仍然是土路,伺候再筹经费来铺设薄油路面,第二期工程也将新工。 蓝潭的美和宁静,到现在还不曾普遍为人所知,不久的将来公路完成后,这儿将成为一个热闹和优美的风景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